哦 这风好大呀 这么大孩子还抱着 推着自己走啊 别让妈妈抱着 自己走别让妈妈抱着 哇 这风 这个是个风口啊 这个结果有一次我从那边过马路 下雨天 骑着自行车过马路结果被风直接吹倒 直接吹爬去 一阵金斗风吹过来 把我吹一个金斗 哇塞 哇塞 哦 天哪 这块是个风口啊 过着这块就好了 就安全了 过着这块就安全了 有位朋友留言问 夏威夷和旧金山哪个地方好 我觉得旧金山这边更适合华人吧 这边首先华人比较多 其次这边工作机会多 再次这边物价低 还有就是这边华人的力量比较大 以及这边的气候可能更适合 就是说人类生活 夏威夷那边雨太大了 雨太大了 所以觉得还是在这边吧 而且他是在美国本土大陆嘛 相对来说 去其他地方比较方便 既可以坐灰狗 也可以坐飞机 还可以开车 但是哈威夷呢 只能坐飞机 不知道可不可以坐船 但是坐船太慢了吧 那边被海水包围嘛 那边空气倒是好 但是太潮湿了 而且那边赚钱实际上不太容易啊 花钱倒是很容易 物价特别高 因为那块所有的商品 几乎都是 除了红薯 香蕉 木瓜之外 除了当地的阿比尔果之味 黄金果吧叫什么 基本上都是从外地运来的 经过飞机 经过轮船 所以运费比较高 只不过夏威夷比较适合搞农业生产啊 如果在那边种一些植物 作物还是不错 不用浇水了 如果在那种点香蕉什么的 红薯 木瓜了还是不错 然后呢用船往美国本土运 来赚取 差价 应该还可以啊 这个哥儿没带头盔啊 这个哥儿 这个两面也不被风吹掉吗 这么大风 跟他们走吧 所以这些 骑单车的他们的身材都还不错 对吧 就像话爬楼里每天 是吧 你看这些骑单车的身材都还不错 包括我在内也还行 包括在下也可以啊 咋不走啊 这里有人 这个闷在这行的啥呢 走赶紧走 道上走 别在这堵路 这个闷没带头盔啊 你看这个小小的路也分成两个插路 一个是直行的 一个是转弯的 转弯的就是在这块直行的 咱左侧 这个闷儿啊 接孩子去了 这闷儿可能是 后面翻个小头盔啊 就是玩的妈 他的车 不是他的衣服是reflect 反射360 reflect 反射 所以还是比较平坦啊 自动车这路 没有那种比较大的上坡下坡 就挺好啊 基本上用惯性来看 就可以走 基本上你说这会儿不用蹬就可以走啊 还不错 偶尔等两下啊 还不错 所以你看 这条路我比较喜欢走啊 走顺了 就是难怪有空 难怪有包都值得了 能绕过去 老马实途了 哪个地方需要减速 哪个地方路口可以直接闯啊 都记住了 就是这样 要熟悉了 他是不是到前面这个学校街玩去了 前面有个学校 是小学和初中的二合一啊 他的衣服是反射36 他这带两个小娃娃 哦 那个妹打个坑天 那个妹 带两娃也不错 但是有点危险感觉 带两娃 带两娃有点危险 可以了 他说什么语啊 他说的好像 不是英语啊 哦 说的什么俄语吗 什么语啊 不知道什么语啊 这个自行车道比较窄啊 这是后修的这块 这块是个学校 后来修了这么一个窄窄的自行车道 太窄了 唉 太窄了 他就等红灯 等红灯吧 还是可以过呀 可以过可以过 能过下了 还不错 还不错 哎呀这根儿 洗的挺快 哦 天哪 这根头盔上面带着一个手电筒 是是是录像机 录像机 啊 啊 红灯 所以这个自行车路 还算是满富快吧 是吧 还有不少人骑自行车从这穿梭 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啊 你说这些人如果每个人开一个汽车的话 会不会造成堵车 所以我觉得这些 开汽车的对 骑自行车的还是比较宽容吧 觉得他们牺牲了自己的这个空间 给他们让出空间来啊 其实这些人他们都有车 我没有车 我这外边外边没有车 老美他们都有车 压得个什么上了 刚才 可以过 三 二 一 过不去了 过不去了 被这个车被这个汽车给挡住了 我本来以为可以过去呢 等红灯吧 走 走 走 他这前面带俩头盔 进两个娃娃娃娃 难道 等个小娃娃 滑行 滑行 这边这个二手用品店 我在这边买过一个电脑包啊 还不错 还买过啥了 买过西服吗 在这儿 好像不是在这儿买的 这块有西服 但是我看在密箱中啊 在其他的店买的西服 可以过 七 六 五 四 三 两个 一个 哈哈 这边这么多灯了 这样灯了 没有 upon 这边 有点 有点 好 就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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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 decir 有点 火路,消防通路 Fairline 哎呀,这有清凉格 穿着个粉短裤 挺妖艳的,走来走去 哎呀,热了 哎呀 这老太太今天被我一顿呛 应该老实了吧 但是她也估计怀恨在心 我们邻居说,你在夏威夷的时候 我上去想看你的信 帮你看信,那老太太不让碰 让我拍一下表面就不让动 说这老太太挺手距离 装吧老太太 在别人面前装 一辈子开始偷东西 这样人可会装呢 这是个女送货员,亚马逊 这种两面三刀的人 我是最看不惯的 我们邻居说,啊 汤姆 去夏威夷 段时间来看个汤姆的信 老太太开始夹正经了 不能,不能 那是她的privacy 那是她的隐私 我是不能碰她的心的 你只能拿手机 表面拍一下咯 装 老A婆子 今天把她彻底揭露了老实了 真的灰头土脸的 我们邻居说,那老太太不容易 她在看着 房东哥哥的脸色形式 我想,这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啊 多可怜就有多可恨啊 所以就不要可怜她 Body Scalping 身体雕塑 木头疗法 Wooden Therapy 的确是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的确是 基本是是这样的 除非极特别的情况 极特别的情况 比如说小娃娃 家里遭的变故 对吧 这种没办法 这个就是可怜 就是 百分之百的可怜 比如说有的小娃娃 他们的父母 出了意外对吧 这种她就是可怜 她不可恨 对吧 这个讲不起 但是作为成年人 主观上可以控制这些行为 那就是她的问题了 比如说有些人被骗 因为贪财贪色 对吧 被骗 那只能怨她自己了 她冒这个险 最后 风险成真了 那她就得受着吧 对吧 怨赌服输吧 认赌服输 还是怨赌服输 认赌服输 对 有些被骗投资也是 瞅着利润 一开始挣点小钱 然后把她这个欲望给勾起来了 想着多挣点 最后来把大的 结果 血本无归的 也多了 我跟今天看一个 法制类节目啊 就是 有些人就造那种假的平台 假的炒股平台了 投资平台了 先让你比如说投一千 挣二百 让你少少的挣点 先激起你的贪欲 之后呢 算你头把大的 投个二百万 不就挣得多吗 结果二百万砸进去之后 取不出来了 网站消失了 对吧 这种例子特别多 有利用人的 内心的这个贪欠 去行骗嘛 那没办法 就像 抓老鼠那个 诱饵一样啊 老鼠想吃诱饵 结果咔 夹子落下来了 给打住了 那没办法 谁想吃诱饵的呢 不吃不就没事了吗 对吧 也可能你把诱饵吃了 诱饵 夹子坏了都没准 那你不就逮着了吗 夹子坏了 一会吃了 夹子也没落下来 有可能啪落下来了 或者有可能啪落下来 打掉也有个爪子 逃之夭夭也没准 像我那个战术般 粘掉了不少老鼠毛 老鼠没了 好多老鼠毛在上面粘着 老鼠怎么挣脱的呢 真神奇了 那么 那么多老鼠毛被粘掉了 好像整个侧面的老鼠毛都被粘掉了 是不是别的老鼠给它薅起来了 很神奇 很神奇 这边挺肃静 这边 这边比密神街整街多了 对吧 这边没有什么流浪汉 抹鱼什么流浪汉 这是公交车 不是 这是出租车 现在老了 瞅着出租车说公交车 老年痴呆 老年痴呆了 有人 老年痴呆了 忘了自己什么名字了 给人打电话 人家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想不起来了 你管我叫什么名字呢 我是谁 你看看ID就得 我是谁 我在这里做什么 我为什么来这里 这三个问题回答不上 就是老年痴呆了 我妈妈前两年 说汤姆去哪了 我哥说在美国呢 上面我干啥去了 那就短暂性的失智 短暂性的大脑反应不过来了 Dog Friendly 狗友好 意思是说这个车可以放狗 对狗是友好的 可以带着宠物出行 但是我不太喜欢 狗身上带好多宠卵什么的 很麻烦 找个狗爹伺候着 虽然狗挺有意思 但是 毕竟狗它缺乏可持续性 还不如养个小爸爸呢 对不对 小爸爸呢长大成人 这个狗啊 到最后 能怎么样 十几岁也就老了 这哥干啥呢 这哥 这啥姿势这是 哥病了 这哥 这是个幼儿园 这是一个 有个拉丁人在那 拿着条走 青草幼儿园呢 也是 这师范的书 淘价还价 的优势 Bugging Advantage 淘价还价的好处 教你怎么样跟别人谈判的 应该是 不单单是指的压价 而且指的是 求职啊 或者办一些事啊 跟别人谈 Bugging B-A-R-G-A-R-N 淘价还价 Advantage 优势 好处 advant tage 是吧 老了 这单词 想不起来的呀 好处 这俩人鬼鬼祟祟的 这眼神都不对啊 你看不是好人啊 哈雷模特 这个闷儿怎么坐这儿了 穿个红裤子 这不把裤子捅脏了吗 这闷儿 这儿扎多了 可能是 哎 咋整 废了这些 废了 再见 拜拜 再见